接下來的話,我們假設環境變數設定好之後 設定好之後,接下來我們可以試試看就是說,撰寫第一個程式 那撰寫程式的方式,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用那個記事本 那記事本開起來之後,特別注意,前面的這個就是註解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不打沒有關係 註解符號就是斜線 然後一個STAR 最後結束一個STAR,斜線,表示這個範圍之內呢 都是註解 第一種註解方式 第二種註解方式就是說呢,兩個斜線 這樣後面的文字呢,也是註解 那你就建立一個public的一個class 開頭一定是publicclass 然後呢 後面的加上一個class的名稱 那這個名稱特別注意喔,你可以改成其他的,比如說你改成TEST好了 測試 那還有一點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這個class的名稱叫做TEST呢 你存檔的名稱呢 就要叫TEST點什麼呢 Java 不然的話編譯會錯誤 class名稱呢 跟那個什麼呢 class的名稱喔,要跟這個上面的名稱要 就是說跟檔案的名稱要是一樣的 相符的 否則會產生錯誤喔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點Java TEST點Java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直接執行程式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前面呢 一定是 開頭大瓜糊 它對應的就是 底下會有個 這個開頭對不對 就有個結束 然後 再來的話 裡面就會有個副程式 這個副程式呢 開頭一定是public public 然後呢 static 靜態的 靜態的 這個部分 我先暫時不講 後面會講喔 那 void就是 不回傳值 就是沒有回傳值的意思 man man就是主要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我主程式 一定會從這邊開始執行 接下來的話 它的傳參數的部分 String String裡面 有個參數 args 接下來的話 我顯示什麼呢 我就把它 System.output 然後呢 print 就print一行 line print一行 裡面的文字呢 就叫做 你就自己輸入 記得後面 結束一定要有個分號 表示說呢 我這個程式 在這邊就結 這一行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你把它輸入到這個記事本裡面 像這樣子 好 輸入完畢之後呢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 或者儲存檔案 那存在哪裡呢 假設我先存在那個 c點底下好了 c點底下的這個地方 然後名稱的話就是 TEST 電 Java 好我就寫好這個程式了對不對 那我要希望怎麼 把它compile compile成為一個class 並且可以執行 那該怎麼做呢 你們先把這個部分先完成好了 先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這個地方compile沒有問題 就一定 就可以秀出我們樣的結果 秀出我們樣的結果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主要就是你的環境變數 一定要設定正確 環境變數一定要設定正確 如果你環境變數設定了沒有問題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 這個 考試的話呢 就 應該就可以正確 那另外就是說特別注意 那TQC的那個考試呢 環境變數部分呢 我記得是要自己設定 這個地方你要自己設定 環境呢 有可能會幫你設定的 也有可能不會幫你設定的 這地方你要必須去檢查 確定沒有 問題 才可以 去做 執行的動作 那另外呢 你們也把同樣的方式 去開啟這個Eclipse 然後 有沒有這個環境呢 就可以直接把你剛剛的程式貼上了 也可以去run 那使用的方式特別注意呢 你在開起來的時候呢 在等一下 開啟這個Eclipse的方式 這我先把它刪除好了 好 假如說你開啟的時候呢 它應該會先 開啟的是 一個環境是 應該是這樣的 開起來是一個 歡迎光你的 一個視窗 那 這個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好 那 你們等一下呢 開啟Eclipse 我們 將來呢 在練習的時候呢 就直接在Eclipse裡面 開起來之後呢 第一個 你要特別注意呢 存放你將來的檔案呢 你可以在 低疊或你的隨身疊裡面 在低疊好了 因為你們不能插隨身疊 那在低疊你可以先建立一個 就是Java的Workspace 然後按確定 直接把將來練習的檔案都放裡面 好 那開起來之後呢 首先呢 裡面一定是空的 它沒有專案 所以你現在建立一個新的Java專案 那Java專案假設你今天 出了一個TEST好了 按一個 按一個下一步 按一個完成就可以 它就會幫我們建立一個新的 這個專案 那直接在這上面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呢 類別 類別就是class 特別注意喔 類別 然後呢 這個類別 名稱我也叫做TEST好了 類別已經存在 因為剛剛我已經建立TEST2好了 好 按完成 好 那TEST 特別注意喔 這個檔名喔 一定會跟class一樣 好 那我們就把剛剛你們 輸入完畢的那個檔案喔 直接把它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它 複製 到TEST2的地方 把它貼上去 把它改一下 那它這個地方很聰明 就是會有虛線告訴你哪裡錯 那執行的方式喔 這個這邊呢 會比較人性化一點 因為剛剛還要自己輸入那個 指令才可以執行 那這個地方呢 直接按一個什麼 執行 結果呢 這地方 這邊按直接 這個打勾好了 確定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它結果會秀在下面 好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什麼呢 逐行的方式 那逐行怎麼做呢 我後面會再講 也可以做什麼呢 debug 這邊有個debug 出錯 好 那至於怎麼出錯呢 我等一下再來 再來講 那將來的話呢 我們在做練習的時候呢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做練習 那至於說它產生 你會發現 它也會做什麼呢 compile成class的動作 可是 這個檔案在哪裡呢 其實就放在 我們c 剛剛我是放在 D點底下嘛 所以呢我可以到 我的D點底下 有一個workspace 我剛有建立一個 java的workspace 有沒有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test 有沒有 就是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我們剛剛放的sauce sauce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剛剛的sauce java檔 那我完成的class在哪裡呢 在bin 有沒有 這個 這兩個 compile 一樣的 它只是說放不一樣的資料夾而已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想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把eclips呢 先打開來 順便了解一下這個環境 到底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 好吧 畫面呢還給各位一下 呢 這個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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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